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科技人员远峰 最近一段陕西新闻联报的报道引发了关注 陕西将建成首个商用可控聚变堆 许多人来问我该怎么理解这个新闻 我想这十有八九是媒体不理解科学原理搞出来的乌龙事件 2019年有一位报道 水清发动机在南洋下线市委书记点赞 号称汽车只需加水就能跑 我当时做了期节目指出了这事的荒诞 因为只要懂得能量守恒定律就知道 不可能从一系列循环操作中获得能量 这次陕西的事情应该不像南洋那样是个完全错误 应该是有科技含量的 但至少在宣传上实在是草点不少 我以前多次科普过核聚变 在这里正好再介绍一下它的基本状况 核聚变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现象 可控核聚变是一个真实的研究目标 这是跟所谓水清汽车不同的 其实不可控的核聚变人们早已实现了 就是清淡 然而可控核聚变难度就高得多 经过全世界科学家几十年的努力 目前还有很远的距离 以至于有个笑话 可控核聚变永远需要五十年 但这个笑话正在起变化 因为按照业界现在的时间表 五十年这个时数不是虚数 我们确实在未来的五十年内 即二零七年左右 实现商业应用的核聚变发电 要实现可控核聚变 有个核心指标叫做三重基 它是温度等粒子体约束时间 与粒子数密度这三者的成绩 媒体经常报道的研究进展 例如中国科学院等粒子体物理研究所 2021年实现了可重复的1.2亿度101秒等粒子体运行 1.6亿度20秒等粒子体运行 以及1056秒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粒子运行 都是这些方面的进展 这三个参数是磁气比伏的关系 一个高了另一个就会低 所以严谨的报道总会把多少度 多少时间等等一块说 不会单独说一个 为了改进这些指标 需要在超导磁气系统 加热和电流启动系统 主动冷却偏滤器等许多方面取得进步 所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程之一 事实上 当前最大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就是 国际热核剧变队 IT-12 ETER 这是一个巨大的托卡马克 正在法国组装 由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 韩国和东道主欧盟在内的七方参与 可以看到地球上几乎所有有科研实际的国家 都在参与这个项目 这可以显示出可控核变的难度和重要性 同时 由于IT-12的进展严重延期议 我国也正在推进中国聚变工程实验队 CFET-2 它位于合肥 集中全国的研究力量 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承担集成工程设计研究 CFET-2和IT-12的目标 都是在未来的50年内实现核聚变实际应用 所以你看 业绩的主要力量和时间表都是这样 要说陕西近期将建成首个商用可控聚变队 而且还是小型化可快速叠在 这怎么可能呢 这有好比尖兴剑还没造出来 就有人说 它可以把尖兴剑小型化 这从哪跟哪 至于这个新闻的结尾说 未来有望应用于聚变能电站 大容型船舶 海上作业平台 以及近地轨道器等场景的作业系统 就更是画饼画到天上去了 这个新闻最后那句 也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 提供新的技术路径和产业模式 也令人哭笑不得 可控核聚变如果实现了 将是全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落脚到一个省的目标上 这格局实在有点错乱 这好比说 获得诺贝尔奖有助于你买台手机 然而另一方面 这事也不见得是个完全的错误 因为近年来 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投资开发可控核聚变 国内外都有 对此应该理解为 他们是在开发可控核聚变装置中的某些部件 用新的思路解决某些问题 而不是独立造一个可商用的可文核聚变装置出来 事实上在陕西这个新闻中 负责人自己说的也是 我们这个装置其实是要验证整体方案的一个科学可行性 为我们后续的商业可行性夯实一个理论基础 我想对于民企搞核聚变我们应该这样理解 在基本面上任何人像核聚变这种高科技投资都应该欢迎 这无论如何比炒作没用的东西甚至低级趣味强太多 而且科研人员多一个出路也会提高待遇 这在整体上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相关企业为了融资 在宣传方面多讲优势也可以理解 不过公众应该增强科学素养 了解业界的大图景 这样才能知道这些企业能做的是什么 不能做的是什么 才能既不对科研核聚变过分乐观 以为它指日可待 也不走到另一个极端 以为它是骗局 以平和的心态认真搞研究 才能推动科研核聚变这个伟大目标早日实现 科技是人类进步的正道 我们要走正道 欢迎大家关注科技院人 我们下期再见